说起娱乐圈的男明星,那是一个比一个颜值高,四十岁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,明星的话就更注重保养了,一不留神别人都忘记他们,已经四十岁了。 但是不老男神也有多少呢,最近很火的演习攻略,已经大结局了,但大家对于聂远饰演的大猪蹄子,皇上,可是有很深刻的印象的,当初聂远揭拍这部戏的时候是受质疑的,觉得他这个年纪演不出皇帝的威严,但他用自己的演技证明了自己,也是全本无数,大家都被这位大叔给吸引了,他五官很精致,气质硬朗, 他本身也十分比较稳重,他现在也已经四十岁了,无论从外表还是气质上看,都是很符合这个年龄的,大家对于杀意的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武林外传,年轻的时候五官清秀,是很受欢迎的小鲜肉,现在的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,不禁感叹时间飞逝啊,他今年更是凭借两个儿子安吉和小鱼儿又火了一把, 带着儿子上爸爸去哪儿身本无数,他如今的面容和身形也是像极了四十岁的中年大叔了,但自身的魅力和幽默仍然很讨喜, 李晨一直是一位很敬业的演员,今年是参加了跑男作为常驻嘉宾,被观众熟知,他也已经四十岁了,身体还是很健壮,对于任务那是拼尽全力的, 还有一位四十岁的男星看起来却很年轻,一点都不像是四十岁的人有的长相和身形,他就是台湾演员陈楚河,今年来在内,那也是有很好的发展, 近期在斗婆苍穹里是演奥陈,其实还有挺多四十岁的男明星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魅力,各有各的成熟和经历,只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一样罢了, 但陈楚河四十岁真的完全看不出来,你们觉得呢?